弟兄姐妹早安 很开心 相信今天有美好的事要为我们成就 我们再一次来读神的话 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二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 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提到两次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感谢主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天 真心相信耶稣开始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 我们是属神的 这个知道叫我们的信仰永远不动摇 从神生的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应该要谨慎的保守 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 那二者就无法加害我们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 就知道我们是不属这世界的 这里经文说到 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 世界是与神对立的 神的儿女要从世界分别出来 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需要分别为圣 过圣洁的生活 每一次的选择决定都要将主权交托给神 不要效忠这个世界的魔鬼 而陷入在魔鬼的操控中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自由自主 其实这些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成为他的奴隶 当我们陷入在最终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要知道自己是属神的 是从神生的 让我们脱离那二者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今天这两节经文 两个知道 我从这个当中写的诫命就是 我们从神生的要保守自己 不犯罪 恶者就无法害我们 所得到的应许呢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不属世界 感谢赞美主 避免的罪呢 我们可以避免 就让我们不要中了恶者的欺骗 错误的信念 选择了世界 我们相信 神给我们的是尚好的 感谢主 那我们可以应用的 就是每次选择时 我先要评估 这个事情 我做了 是否讨神的喜悦吗 我们像要长大成熟 能够习练通达 可以试破魔鬼的轨迹 因为他总是用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眼目的情欲来引诱我们 因此我们每一次就要来评估 这个是属神的还是属鬼魔的 让我们抵挡不是从神来的 第五个 我对上帝新的认识呢 我相信神 神他与世界是对立的 他要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属于他 而不属世界 感谢神 今天这个话语何等的宝贵 神透过约翰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保护我们自己 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上帝的光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从你而生的 我们也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 因此那二者在我们身上 无权无分无纪念 谢谢你 我们靠着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完全得胜有余 谢谢你感恩听我们的祷告 让今天弟兄姐妹 无论在工作在家庭在任何的职场上 都能够靠主得胜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